超好吃啊 很綿 味道甜味也OK 也超好 超綿密超滑順 超客的評價 從吃冰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票選最近幾年 台南最夯的人氣紅不讓 榜首應該就是正新街上 這有口皆非的雙麒麟 不誇張 開店三年每到假日 耗碼機的等待人數 總是停在600號左右 連續假期三位數字不夠跳 今天兩點就來 所以人還沒有很多 你最常排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 就連登革熱拉緊報的非假日下午 雙麒麟的吸引力 還是戰勝蚊子的破壞力 客人拼老命都要吃上一口的綿密清涼 一吃不到五分鐘就清潔溜溜 製作得花上五個小時 每天下午兩點開賣 早上七點 小店旁的工作室裡 就已經處在備戰狀態 今天做的是酸香口味 產自台灣百香果故鄉 南投埔里的台農一號 光澤飽滿是隔壁鄰居 台南知名的水果行 專門替老闆師傅李玉挑選的 當季雄親 香氣濃郁 微甜帶酸 每一批的水果都不一樣 有時候客人會說 為什麼我這次來吃的味道 跟上次不一樣 我反而來跟他講 因為我們都是用新鮮水果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很準確的掌握說 我的甜度都一樣 跟一般比較像工業化生產 他們就是標準的 跑出來就完全一模一樣 外殼堅硬的百香果得先開湯跑度 然後把果肉挖出來 在透明容器裡捐滴成河 聚集成百分百的百香果原汁 空氣中飄散濃郁的天然酸香 誘惑口水分泌 所有的水果口味都是如法泡製 取鮮果的肉和汁製作 實在誠實是李玉的霜麒麟 最重要的誠意成分 到後來去接觸之後才 我原來發現有這麼多的口味醬料可以買 我覺得我們很純粹 應該怎麼講 因為我們沒有真的受過很專業的烘焙 或者是甜點的訓練 所以我們對於一些食品科學的東西 我們不大會使用 然後導致我們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做東西 大學念的是休閒保健 不是食品本科出身 做雙麒麟前 李玉完全外行 直到決定賣冰 買了雙麒麟機之後 才知道原來機器廠商 還販賣各式味道的風味醬 幾乎所有市面上的雙麒麟 都是師出同門 口味大同小異 應該這麼講 跟真的新鮮做出來的味道是有差異的 對 新鮮的東西做出來會有鮮味 對 那個味道是任何食品 經過加工再做出來做不出來的 為了跟市面上多數的產品做出區隔 李玉一開始就決定按照他原始的奔想法 真材實料做雙麒麟 百香果的內涵豐富 果汁 果肉 果膠和小黑子一家親 要進雙麒麟機器前得先用均質機攪拌 利用離心力讓彼此分道揚鑣 才方便用濾網把小黑子給過濾出來 開始也不會長過啊 指頭打碎啊 結果發現吃起來口感不好 好像刮河頭 裡面好像小對子 這邊忙得不可開交 另一頭機器裡雙麒麟的貝斯基底 也已經在混合當中 所謂的貝斯就是牛奶 奶油 糖分 乳化劑和膠體的總稱 是雙麒麟的冰魂所在 既然用了鮮果當風味來源 基底更不能隨便抵過 奶油 李玉選用優質法國貨 品質不用說 牛奶用紐西蘭進口 乳脂更高 口感更為滑順 而要避免有水分離的乳化劑 義大利天然萃取 有歐盟標準掛鋪件 價錢也不便宜 因材施教依照不同口味 調整基底的組合比例 酸類的水果不能多 像芒果或是草莓 它可以多一點點 反而有脾味的效果 像草莓 大家就會覺得 草莓牛奶很好喝 可是百香果牛奶沒有人敢喝 兩個小時過去 80斤的百香果處理後 剩下15斤的百分百純果汁 耗損率超級高 就很蠢 對我說很蠢 沒有 沒幾個人這麼蠢 然後和貝斯合體成為 百香果霜淇淋的原料 過程中還得不斷濾渣 嘗試味道 如果不夠味 原汁就得再加量 不加價 我曾經有接過同行的一個電話 他問我草莓怎麼做 我說沒有啊 就是一直削草莓 他說味道不夠啊 你沒有加果醬或果泥 我說我沒有 我說味道不夠就一直加 他接下來了 他說這樣很貴的 我說就是這樣 不然要怎麼辦 七十二年次的李玉 有話直說 個性大喇喇 但腦袋有想法 勇於動手追求 原本在家具公司上班當業務 幾年前在正興街 賣關東煮的朋友眷情 想要轉讓店面 因為租金便宜 李玉於是把店頂下來 想看看能不能弄個生意當副業 本身超愛吃雙麒麟 他觀察到 全台南除了便利商店 素食店之外 沒有專賣的店家 於是和姊姊一起創業 第一砲鎖定雙麒麟單一品項 我真的從台灣頭打到台灣 我說我要開雙麒麟 電鈴槍在安裝 全部都說不好 沒有一個人說好 說單一品項太弱了 少少的貝子 所有人都不看好 只有太太支持 李玉每天下班後 自己在廚房做實驗到半夜 研發各種可能的口味 像是這款生烏龍 茶葉一斤兩千五 他捨得畫重本 抹成茶粉 只為了做出理想中的回甘後韻 最近國稅局有跟我講過說 你的成本很高 國稅局來查查照 對啊 他嚇到你的成本 他嚇到 都這麼高 認真終究會有回報 2012年開店後 靠著烤杯宣傳 不到三個月生意搶搶棍 姐姐一個人顧店完全忙不過來 李玉於是辭掉工作 當全職烤街 每天煮兩種口味 下午兩點開門 天天吸引上千位客人排隊光臨 讓原本沒落的正興街人氣回龍 商機將附近的小吃店家 在觀光地圖上從點連成線 然後擴成麵 成為目前台南最夯的小吃商圈 觀光客必來朝聖的美食區域 人潮多到台南市政府在假日特地封街化為行人徒步區 我覺得市政府應該頒一個獎狀給你 應該不用 好像把人關好就好 對啊 最大的獎其實在2015年9月 李玉已經從日本搬回台灣 他參加世界意識冰淇淋大賽 東亞區競賽 打敗16支國際隊伍 奪下第二名 這是台灣人的第一次 No.7 我真的哭出來 你會覺得等很久真的等到了 位在安平的挑高店面 舒適高雅 這是李玉的另家店 賣的是義式冰淇淋Gelato 也就是李玉 Zuko Bisa 奪下銀牌的另一項拿手絕活 2012年 李玉去日本看雙淇淋機設備 知道他愛吃冰 廠商特地帶李玉 去義大利師傅 在東京開的冰淇淋店 讓他和義式冰淇淋 結下奇妙的緣分 這所謂真正的吉他工作我整個嚇到 這個東西也太厲害了吧 這跟雙淇淋很明顯的差異 那時候 Zuko Bisa的烘焙界台灣之光一個接一個 在雙淇淋領域做出一番名堂的李玉 也心生嚮往 希望藉由比賽得到更高的肯定 不過國際上只有義式冰淇淋大賽 沒有雙淇淋的內台 想要比賽只有另辟蹊徑 李玉想起了那口讓他驚豔的Gelato 特地前往義大利拜師學藝 Gelato只要還是在吃某個東西的味道 用的料會更多 奶油也會用的再多 糖也會再多 吃起來是很重的 從義大利回來之後 李玉更迷戀Gelato的紮實純厚 和濃郁滑順 於是借了上千萬開專賣店 只為了讓更多人欣賞這美妙滋味 你一定要有一間店 你是要幫我練 不然你也沒辦法練 對啊 過了比賽開了一間店 很瞎的想法 是借錢 有了雙麒麟的經驗 李玉駕親就熟 研發許多冰淇淋教科書以外的口味 用台灣風格詮釋義式冰淇淋 像是去日本比賽的這一款 牧場深入加上頂級阿里山紅茶 一半茶葉一半茶粉 像煮奶茶一樣 要煮到茶葉完全舒展開來 讓茶香完全釋放 現在聞到好香喔 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可以直接賣奶茶 我也是這麼覺得 冬天有沒有一杯一杯 一杯要買夠 好猛賺 這個價位一斤三千起跳吧 一斤三千起跳喔 對啊 三千喔 三千 有沒有騙你啊 我記得我們在日本 那邊煮的時候 整間都是這個味道 然後日本人都看到有點傻眼 說好像有點浪費茶 怎麼拿這麼好的茶來做 可是它味道真的很特別 綠渣之後同樣和冰淇淋貝斯一起攪貨 然後倒進負二十度的直立冰淇淋機裡 挖出超級細緻的綿密滑順 加上台味本米香 就是在日本征服國際評審的台灣 GELATO 李玉說當初完全是想要去朝聖 一方面增加國際比賽經驗 當聽到自己得獎的那一剎那 簡直不敢相信 他強忍住情緒 但還是忍不住熱淚盈眶 其實我們在台灣做得很辛苦 我已經做成這樣子了 我... 就是很少人知道我這麼用心在做 拿下2015年東亞區亞軍之後 下一個挑戰就是2017年的世界總冠軍賽 冠軍我真的不敢想 萬一世界冠軍可以拿到的話呢 他就死而無遺憾 把大家不看好的單一品項做到專精 李玉在台南創造傳奇 用一支雙麒麟振興了正心商圈 接下來他鎖定世界冠軍 要證明台灣人也可以做出 世界一流的冰淇淋 讓大家吃到不一樣的冰 不要永遠當你有100塊的預算的時候 你想要吃冰的時候 永遠都只能說出 他跟他叫你講台灣 任何一間冰店也好 或是冰淇淋品牌 真的講不出來 台灣代表性的冰淇淋品牌 值日可待 李玉已經用真材實料的本事 成為冰淇淋界的台灣之光 聰明人純方法 做出的一口綿密滑順 有不取巧的認真成功滋味 我的芒果比較甜比較香 那奇異果呢 它比較酸 而且它有豐富的維他命心 那鳳梨乾呢 鳳梨本身的話 比較稍微甜一點點 客人上門 密件老店的小老闆 忙著推銷自家的產品 檀位上琳瑯滿目的零嘴 讓客人真的很難割捨 乾脆通通掃到籃子裡 其實這間台南中正路旁的小店面 吸引著許多異鄉油脂不斷回流 難忘的懷舊味 回國不來造訪 就好像沒有回到台灣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吃它的蜜芒果 因為它吃起來比較有咬勁 然後它吃完之後還會回甘 它比外面的乾的糖和芒果 就是那個口感更好 對 然後藏來吃 跟著蔡柏冰的車來到鄉野間 尋找森美呀森美的芒果味 走進枝葉繁茂的果園 蔡柏冰來看看這些寶貝芒果們 是不是夠成熟 能收成了 很好 很好 今年是豐收 最豐收的一年 最近就是因為這個颱風天 把這個芒果也打掉很多 所以只剩下不多 剩下不多的芒果 尋告著蔡家今年的芒果乾 也即將要壽慶停產 每年的芒果季 從四月的艾文金黃開始 休映節果園裡的是凱特芒果 七月開始採收 產期到中秋節過後截止 是俗稱的九月芒 趁著產季結束前 蔡柏冰趕緊來搶貨 已經採收了 這個太熟了 我們這個都是沒有噴農料 沒有噴農料 賣相不好看 對 賣相是不好看 不過很健康 甜到都已經跑出來了 對啊 已經熟了 這個都熟了 會這樣 它裡面那個 甜蜜才會跑出來 一般的蜜餡業者 常用的品種是艾文 而凱特芒果 雖然口感沒有艾文好 但是做起蜜餡來 卻有獨特的風味 一般這樣子來吃的話 是有點酸 是沒有艾文那麼好吃 口感上沒有那麼好吃 不過一般人喜歡吃 酸酸甜甜的 還是這種最好吃 採收下來的凱特芒果 不似艾文芒果那樣的 紅嫩亮眼 但越是不起眼的凱特 反而果肉越多 製作蜜餞時更有料 這粒你拿起來 給你吃很有肉 菜皮特別有比紅的 更大粒 不過我想嘗嘗凱特的風味 別急別急 果農在芒果七八分熟時 就會先採收下來 以免芒果太大落地 辛苦栽種的心血 都白費了 所以沒有完全熟成的芒果 得放上一個禮拜 如果要加快速度 靠這一塊電食 人工催熟 採收下來的芒果 只要再放兩天 就可以食用 有的芒果是在樹上 自然熟成 那就不用靠多 不過有的芒果 很多種品種 卻是要靠這個東西 才可以摧黃 才可以吃 你像那個金黃 也一定要靠這個 那如果是不要很快熟 你可以慢慢拆下來的時候 要至少要一個禮拜 才可以熟 菜家的蜜餞產品多元 除了芒果產地直送 蔡薄冰也嘗到台南最大的 水果疲發市場尋寶 像是啪灶咖一樣 蔡薄冰開著市場裡的電動車 滿場找新鮮的水果 要用來呢 要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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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為菜家的蜜餞 得先通過蔡薄冰這一關 精挑細選 又要外表水噹噹 又要內在沉澱點 你都看怎樣比較甜 沒有 這個大概都會帶點 這個要軟的 全軟的時候會很甜 可是現在有點硬的話 吃的時候會帶點酸味 酸味嘛 因為綠色奇異果 選用紐西癌進口的奇異果 手工削皮切片 這種比較不用花體力的工作 就由蔡薄冰的媽媽和老婆來做 當然挑選體積大一點的奇異果 肉質較厚 能夠讓口感較紮實 而且挑選酸一點的奇異果 才能在做成蜜餞時 用酸度來凸顯奇異果乾的甜味 有機器那更好 因為你不像蘋果說 有個機器這樣子嘎嘎 它沒有辦法 因為它大小顆不一定 所以不可能 還有這個東西 你又不能完全靠機器來說 它的烘乾的程度 譬如說下面包來 一定要幾個小時就OK了 但是這個不行 這個一定要用 要目測 你要看它 有的比較熟 還有有的比較深一點 做法又不一樣 它的烘乾的程度又不一樣 完全沒有SOP可言 這也就是蔡家為什麼做過 做了超過一夾子 只能塗髮煉綱 用眼睛來量測 用口述來傳承 卻沒有辦法留下一本 蜜餞版的葵花寶典來傳家 灑上糖粉 奇異果送進烤箱 每三個小時就要翻一次 大小不一 身手有別的奇異果 烘得太乾 口感太硬 烘得不乾 又容易腐敗 平經驗烘出來的奇異果 富含維他命C 烘乾之後美味更濃縮 口感提高到另一個層次 很多都是我們老顧客都是 都是來買到第三代 譬如說比較年輕一點 二十幾歲 他會說 我小時候我 我就來這裡買 我媽媽跟我講說 他小時候就來這裡買了 我說你媽媽小時候 可能我們就有了 奇異果吃起來就脆脆的 然後酸酸甜甜的 會不會太甜 不會不會不會 它剛剛好 其實蔡家最厲害的是 芒果類的蜜餞 蔡媽媽26歲就家進門 35年來不停的削削削 雖然刀法俐落 但手上健鴻 也是家常便飯 到現在還有 因為你一天做很久 要要寫很多 所以變成有時候會仿神 也是去寫著手 常常手套戴兩層 還是會也是去寫著手 就是刀子吃起來 趕工時 一天從早到晚 得銷上100斤芒果 大約100多顆 銷到天昏地暗 很辛苦 像說不要走 有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婆婆跟我講說 從那時候就跟我們講說 芒果是我們的 應該說是我們的身材工具 也是會說 我們要感恩我們做的芒果乾 因為我們的芒果乾 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的材料 什麼都真材實料 所以別人沒辦法做出 跟我們一樣的芒果乾 所以一直保持的芒果 一定要我們自己做 搭船超過一夾子的口味 無法委外代工 也是因為已經做了68年 70年次的蔡柏冰星下 再稱32年祖傳蜜健 就是百年老殿了 這個念頭讓蔡柏冰 接下了傳承家族事業的重責大任 我們現在要看它糖跟水的比例 它的粘稠度夠不夠 我們從滴下來的這個糖水來看 像它這樣有點快要就是 要滴下來 可是又滴不太下來的時候 就是剛好的 你如果太糖不夠的話 它就一直滴 糖太多的話它就滴不下來 所以我們要抓一個它最好的比例 蔡家的蜜芒果是小鹿很好的產品之一 因為獨門的蜜字滋味 是從阿公時代就流傳下來的 每次要熬煮新的糖漿時 都會從老翁裡撈出老醬汁 融合過去和現在 舊與新交織流傳 渣渣我要把它撈起來 就好像你煮那個高湯 一定要把那些渣渣都給撈起來一樣 以前都是我阿嬤那個時候 在那些時代它用木頭 然後下去燒這樣 那火力上比較難控制 有時候你弄太多 那火太大 然後底下容易焦掉 太小它又沸騰不起來 那我們現在用瓦斯爐 比較好容易去調節那個火力的大小 在熬煮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也比較好控制 等待糖漿熬熟的過程中 蔡柏冰眼前堆滿了一大鍋 一大鍋的芒果乾 口感深熟不一 顏色深淺不一 蔡柏冰挑啊挑的 外行人還真看不懂 這是什麼把戲 主要是因為 要把這些比較硬的部分 先讓它煮 熬煮之後 它必須要熬煮比較久的時間 它才會軟化 然後還有就是像有一些不好的 像太小的 太小的我也會把它挑出來 然後還有就是我要看它的比例上 有沒有達到我所要求的完美比例 所謂的完美比例是什麼 這不能跟你講 這個是那個密解 不能告訴你 老店不外傳的撇步很多 工廠裡幾乎都是親戚 全盛時期大家族一起用餐 場面很可觀 你家裡 你還有多少人吃飯 43個 43個 好 煮飯要用那種軍隊用的 軍隊在用的 這四萬都牛死 滾了 你看看 一起吃飯一起工作 蔡家同心協力守著這個大鍋爐 糖水沸騰大約是160到180度左右 被燙到可不是開玩笑 身上會著實多了些印記 從下面翻起來 然後推過去 每一片都要沾到 每一片都要沾到糖蜜 聽起來簡單 但過程中 不但要花很大的力氣 還要掌控技巧 一攪十多分鐘滿頭大汗 還不是每個壯釘都可以上手呢 我力氣比較大 可是我弄得沒有我爸爸好 技巧問題 精煉問題 拿起來幾年而已 他還可以去做十幾年 我都挖得打好 這被你一直挖得打好 攪拌得差不多了 大鼓掌試吃過關 才算是完成蜜字 大功告成 接著倒入翁裡儲存 一塊塊裹著糖漿的芒果乾 在翁裡還得擺放一個半月 等待翁內的糖分 完全被芒果乾吸收 才是最佳的賞味期 剛煮好的芒果乾 先用木頭蓋頂 等到冷卻後 再換上沉澱澱的石頭封口 因為它剛煮好的那個部分 它還是熱的 那還沒有要把它完全密封 所以我們會放木頭的蓋子 它比較輕一點 那等到我們把它密封住之後 我們會用比較重的石頭蓋子 來給它蓋下去 那來 你看一下 像剛裡面有湯汁 那現在已經沒有湯汁了 因為它的湯汁已經把被果肉全部吸收掉 所以它現在呢 它的果肉是把湯汁全部吸在裡面 所以它現在是它的最佳的賞味期限 簡單來說 芒果乾得在蜜汁40到50天之後 才能嘗到最佳的風味 蔡家的一夾子蜜餡 沉浸在70多年的老翁裡 靠著時間慢慢醞釀 慢慢淬裂 慢慢朝著台南的百年老店邁進 那麼多啦 我們後面坐那麼多 好 謝謝 謝謝 再來喔 包補蘿蔔跟沙魚 台南中正路深巷內 在地人俗稱的Sakaliba市場 有一種味道傳承80年 原來僅僅佔據老虎城的舌尖味蕾 它滷的都很入味啦 外面都叫做黑白菜啦 他們這裡的 我們這裡的面前叫做露餡肉 十多年了 到這裡過的都會最佳想要來這裡吃 對啦 想要吃的什麼東西 我來這裡吃的 要吃的大餐廳 那些都不錯啦 糯米大腸 蝦捲 粉腸蟹圓 香腸米血等滷熟肉 是歷史悠久的台式點心 農業時代勞力工作耗費體力 午晚餐之間 就發展出各種口味的小菜 是不悠閒的下午茶時間 中蟹熟客比較多 阿公帶爸爸爸爸帶孩子 不然有些年輕人 他們也不想吃這個 詹家姐弟的阿公在日本時代 就挑著扁蛋沿街叫賣 詹爸爸在Sakaliba市場落戶生根 東西好地段好 兩者相成有口皆非 到如今應該是全台南最老的 黑白切招牌 全台南是這個市場最老的 我小時候 叫一個台南客運 外縣市的人要來台南 一定要坐車來這邊 坐車來的時候肚子餓 就一定往這邊吃 賣的是黑白切 但能夠一坐80年 絕對不是黑白做 有位子可以做 上午11點營業 準備工作從清早就開始就緒 市場身向內自家門前 就著天光拉開一天的忙碌 五六點就起來了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我小時候 那個時候那個長衣 都要自己那個拿長子 這樣尻尻尻 那個刺勤才多了 國中還沒畢業 就開始在家幫忙 56歲的詹茵茵賣黑白切 到現在資歷超過40年 做自家產品抓大不放小 任何細節都不馬虎 像是糯米大腸 用豬大腸當腸衣 還有粉腸用的小腸腸衣 就堅持自己仔細清洗 才肯放心 翻過之後 要再用明環洗衣洗 再用那個鹽巴去醃漬 其實新人盆 如果有現成的 會不要輕鬆 可是我們就是 都要做慣性 這不是要不拿糖嗎 這不是要不拿糖 因為別人做的情況 我們不曉得 但是我自己做我知道 自家產品要自己能夠安心 也要客人開心 真材實料不怕麻煩 是唯一重點 83歲的詹媽媽鄭秋鸞 結婚後跟著先生 接下公公的點心生意 一路做中學 刻苦耐勞 最終媳婦熬成婆 將公公的扁蛋 做成了市場裡的大熱燥 成了台南的美食代表之一 沒煎好 起來米大燥這樣 不會Q 剛才要先乾爛 沒有乾爛生意 沒管 剛才不會熟 不會熟 不會熟 本來我們做這個工具 就是十歲工具 不用任何工具度量 隨手抓起 預先泡水過的糯米 招牌糯米大腸 就信手撈來 看似輕鬆 其實是六十年的累積 正秋鸞 歸結成經驗兩個字 謙虛地說自己沒什麼功夫 但傳統女性 任分肯學 勤奮勞動一輩子 醫生只做一件工作 從沒有職業倦怠 就是一門堅持功夫 我現在要賺錢 我扮演不重要 她不要賺錢 她是要四十年 賺錢 賺錢最好而已 她從以前做到現在都習慣了 這個就好像她正常生活的一個節奏 她不做不行 有事情做就很快樂 珍惜有錢賺的幸福 詹媽媽也因此認真叫起工 要做得比別人更實在更好吃 有些店家的粉長粉太多肉太少 口感粉粉像熱狗 詹家的則是像在吃肉條 誠意實在 是詹媽媽傳承給下一代最重要的生意經 你都會吃到瘦肉 我這全部都是後腿肉 後腿肉她吃起來 她的口感就是比較好吃 比詹茵茵小兩歲的大弟詹智能 也是達人一枚 父親過世得早 姐弟們知道媽媽一個人 兼挑四個兒女 負荷不輕鬆 董事早熟 年輕時就打定主意 要盡早卸下母親的膽子 是不用言說的詹愛家 我們兩個吃這個給我弟弟去做冰 家裡都沒人做了 只要回來做 都不可能把我媽媽自己做吧 五十四歲的詹智能 做香腸熟肉也超過四十年 秉持媽媽的家訓 不能做壞了保足一家三代的老招牌 在地盛產的火燒蝦 新鮮最新 做豆皮蝦捲 平均一捲三尾 每一口都有蝦 是夯來的航家必點 外面有的蝦子 它是有發貴 有發貴的東西就是 算是說 吃粗糙 它沒有蝦子的味 沒有蝦子的那個味道 我們這些都沒有 都沒有經過發貴 海航最小的詹智熊 也跟著哥哥姐姐一起打拼 練就家傳功夫 鴨蛋 鼻奇 蝦仁 油絞 均勻攪拌 然後放進鐵盤吹蒸 是台南獨有的 有蝦沒蟹的傳統小吃蟹圓 每一口都有蝦子 媽媽怎麼教我們就怎麼做 我們也不敢說怎麼去 去給它亂弄 戰戰兢兢一輩子 贏得客人的認同 母慈 子孝 一同寫下 台南美食的一頁佳話 不過薩卡里巴市場 90年代 因為商圈移轉而沒落 店家紛紛轉移陣地 獨留三家的招牌 和幾個鄰居 獨守昔日的繁華記憶 乾淨給這包包一包好 好喝啦 八十年不變的老味道 吸引老客人 撐住老市場的人氣基本盤 最近幾年台南靠著美食 大發觀光材 老市場裡的老招牌 也再度成為外地客 按圖所記的美食景點 讓薩卡里巴民生 重回觀光地圖之上 米糕還有自助餐 還有刺砍觀材板很多家 不是我們 我們只是幾家者 都打擾很久 人生半世紀見證市場變遷 無論起落 宅媽媽停不下來 還是天天勞動備料 到攤子上夠頭跨買 把握賺錢時機樂在工作 你看他從早上做到現在 沒有再挺的 有沒有看到 沒有挺的 他都沒有挺的 機機還有關機 他都沒有關機的 現在第四代的孫子 也準備接班 接續阿嬤的認真精神 但是熊說 能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是現在社會的難得勤奮 這是全家打拚一輩子 最大的收穫 我看著一個老母 叫我媽媽 我媽媽她開心就好了 台南Sakalipa市場 80年老味道裡 有認真情分的知足感恩 老招牌聚龍的是 老市場的記憶餘溫 還有一家人同心的 溫熱情感 熱賣超過50年的油炸甜點 儘管在燜熱的午後 還是一個賣出一個 這是台南人的下午茶 那現在年輕人就變成 可以當午餐了 老闆娘口中的下午茶 是南台灣的特色點心 純糯米製作 下了油鍋 裹上糖粉 外酥內Q的是白糖粿 圓滾滾 吃起來有著低味口感的 叫做番薯碰 沙拉包加進自調沙拉醬 老闆娘驕傲的說 它可是比吉隆廟口的還好吃 夾著新鮮的黃瓜跟香腸 我們的沙拉醬都是自己調配 兩種沙拉調配組合 它甜而不膩也不油 改良老爸的沙拉包 外表質樸卻是精緻有味 細節得從做麵團說起 老爸以前料的話 它是比較簡單一點喔 你一旦沒有馬上吃的話 它的嚼勁就變成說 更潤 更硬的 現在也更不好入口就對了 現在我又把它改造 比較鬆軟一點 游家人手作古早味 養出許多死忠顧客 太多人都是從老爸年代 吃到現在 兒子媳婦接手 18歲就在這裡吃 吃的東西就越吃越好吃 你都吃什麼 都吃這個啊 都吃吃啊 吃這個泡泡 我台北有泡泡沙拉 你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我都泡沙拉 泡沙拉沙拉 番薯泡 裡面甜甜的 它的番薯很香啊 古早味喔 一定有那個人客君啊 幼稚的啦 那個年輕人 還是老的都很喜歡吃啊 雖然是小小的攤 但為了延續古早味 每天都是老少走動員 而其做好的餡料 尤家良老 會像是小小的攤 像是做手工藝一樣 一個一個把它完成 直接來這裡看 到看 這樣看人啊 來收錢嗎 沒看人而已 阿伯年輕時 白天在工廠工作 晚上兼拆幫人賣夜宵 師父炸番薯碰 包沙拉包 他每天看著看著 也就學會 甚至做得比師父還好吃 最後乾脆擺攤來賣 這一賣就超過五十年 兒媳不忍心老人家太辛苦 主動回家接放 餐廳做過廚房 對啊 我做過 餐廳也要去十多年 國中十多年 就去餐廳學工很好 然後媽媽也要退休 就來給你做這樣 餐廳一家做過一家 夫妻倆接手老攀 更注重食材品質 選用攀稱是台灣最好吃的 台農五十七號地瓜 來做番薯碰 因為它既Q又甜 地瓜斷面秀天天上演 唯一的是 給客人吃到最新鮮 久了就感覺到家中比較輕鬆 就用什麼方法去 去沾沾 不然家中就自己就好了 速度這麼快 不然工作這麼多出來之後 比較傳統式的 現在都已經大部分都是在機器了 對啊 為什麼練就一個好身材 是爸爸也用酒瓶嗎 對啊 早之前都是用酒瓶 經過一小時蒸煮 地瓜釋出香氣 酒瓶壓過 鬆軟質地全都漏 為了讓顏色更好看 不使用色素 而是加入紅地瓜配色 最後包進花生餡 下鍋油炸 就成了圓嘟嘟的魔鬼甜點 對 年輕人要求的就是外觀要漂亮 看起來又好吃 好吃 好吃這樣 你會覺得 就要把他的品質顧穩定 然後他的皮脂有縮 雖然他的錢很慢 所以就讓人家要吃到蛋 這樣 你又不能妄妄 你如果妄妄妄 他妄妄 但你早餐起來 是讓他縮縮 過不多久就是他軟了 對啊… 所以很難照顧 670年代 買去就已經很旺的沙拉包 靈魂就是他的日式沙拉醬 蛋黃 砂糖 油 鹽巴 醋 內容物很簡單 卻得掌握比例 當年師父沒空做 全都丟給阿伯去忙 沒想到靠著他養活了一家子 因為打折打折會打出成就感 因為打折打折會打出成就感 從來 一般就是 人家在打的 打得嚇到 不會打得嚇到 因為記者是沒辦法打得 他要緊 很難緊 他把麵東西都熟了 沒有打得這個 這個好 要打這個好 老人家打到手酸還是笑咪咪 酸酸甜甜 純手工醬料 有著一點就靈的魔法 讓拿到沙拉包的顧客 三兩下就剋掉一個 我會為什麼還會守在這個工作坊 主要是人家會說 老闆娘 你傳承的這個和一碰 不能過 還是跟爸爸的味道一樣 這種就聽到你再怎麼辛苦 再怎麼累你 就會很有成就感 夏天氣溫飆高 在油鍋旁一站就是十幾個鐘頭 油家人不顯疲態 因為老味道 讓兩代人養家糊口 更包括著平凡一家甜蜜的情感 北尾23.5度以南 太陽熱立直爽大辣辣 南台灣活脫是個大蒸籠 彷彿一不小心 隨時會融化在熱氣蒸泥之中 四位坐三三 七位 七位嗎 七位 坐兩桌 雨潮恰恰恰 水人夠四名 最近三年 眾人躲避熱浪侵襲的避暑勝地 有志一同選中台南正興街 這間不起眼的水果店 這邊幾個人 三位 哈密瓜冰的話 它有這三組 那這組的話會比較酸 哈密瓜對半切開 用冰勺挖成果球 填上各種水果做成的冰淇淋 排上色彩鮮豔的冰球 就是讓大家來避暑 變成潰休的超酷新鮮貨 這個是芒果跟葡萄口味的 它是水果做的冰沙啦 然後也是滿甜的 吃起來滿甜的 不過就有水果的味道 滿清爽的 他們點的是火龍果跟奇異果的 有點酸 就是它是新鮮清爽 然後有來自台灣土地 田野間全福自然的味道 好吃 這個很好吃耶 那個冰淇淋 像水果的感覺 那你對日本朋友 會喜歡這個嗎 一定 吸引日本遊客和台灣朋友 帶著日本知名雜誌 是台灣特級暗圖所寄 專程上門嘗鮮的呱呱冰 是真心街上的當紅搶錢兵團 每天下午兩點半開門 不到五分鐘 店裡的六十個座位 馬上被佔了一空 哇 怎麼沒有壓力 在工作台前忙碌的事 水果店老闆郭泰成 鎮定位子以一擋百 負責挖哈密瓜球 然後交給旁邊的太太和員工 做下一棟 三個人自成一條泰勒化生產線 忙而不亂 就煩惱六十個座位 翻動得不夠快 讓旁邊巷子內排隊的人潮 按耐不住頭頂的豔陽高溫 輸到最初沒用 年假就很恐怖 有一年的二二八 那時候好像三四天的年假 那天有人客人 拜託 拜託在我們家門口的時候 跟他說他排了一個半小時 能讓客人冒著中暑危險 也要量一下的刮刮冰 絕對不能爛刮蔥樹 郭泰成挑哈密瓜 皮薄 肉細 之多 超便宜的台灣No.1是首選 半顆成本就要台幣100塊錢 他有去比賽啊 他去比賽的時候 內用在巷子排隊 他去比賽第一名第二名 都被他包走了 都被他包走了 他的價值比較貴嗎 有 貴多少 貴一斤可能要貴一二十塊 東西要吃 要用就用得好 要用得肉 對 品質第一 還要有好的處理方式 現點現做是最新準則 因為讓客人等待 也不為了快速 要先把果肉挖好等客人 不可以先輸了 要買夠就夠了 麵包比較會刺 求新鮮不省事 在後廠廚房依照父親的原則 同步忙碌的 是小老闆郭俊廷 每天一早就為了客人的一口冰涼爽快 揮汗做冰品 因為我們做的是義式冰淇淋麵的 然後它其實跟一般義式冰淇淋不一樣 然後它是沒有加牛奶 它完全就是用水果下去做 可以把我們叫水果 最完美的呈現給小貝子 比如說你現在吃冰 然後你在吃我們的冰 你就覺得這是一樣的味道 如果你加牛奶的話 就可能奶味會比較重 就沒有辦法吃出水果的原味 蘇北講究清爽口感 充分保留食材原味 原料只有水果 糖和煮過的開水 因為沒有牛奶當基底 必須用糖當作黏著劑才能成形 為了避免甜過頭 光是糖質一樣 郭俊廷就用了白糖和兩種葡萄糖 要調配出和水果本身一致的甜度 葡萄糖可以減緩那個整體的糖度 比如說茂谷需要100克的糖 然後如果你全用白糖的話 出來這一批的冰淇淋會很甜 然後我需要其他的糖來加進來替代 當然這些糖都是天然的 剛剛擠好的茂谷原汁和奇異果 經過機器極速冷凍15分鐘 口感比冰沙綿密 帶著天然果香的sobe 緩緩流洩而出 裝模作樣 變身圓球之後 就可以出場激動客人的新台幣 好像是把水果弄成泥的感覺 然後拿去冰的感覺 很綿密 很稠 很貨真價實的水果那樣 綜合切盤哪裡 國家用的水果不只貨真價實 還是等級最好的一級品 現切的綜合水果盤品質一等一 是消暑解渴的自家經典招牌 蘸薑末醬油膏一起吃的番茄切盤 還是已故天王藝人諸葛亮的最愛 你一天來台南歌廳作秀的時候 一天來做四場吃四盤 阿公從日本昭和時代就開店 專賣水果還有水果切盤 到現在超過80年 第三代老闆郭泰成小學畢業 就跟著父母一起打拼 也有40年經驗 對水果如數家珍是家學淵源 就連削水果的刨刀也維持 阿公時代用到現在的庫洛吉 它渾酸三段 你可以調 比較高級水果像水面茶 不用削那麼厚 它可以削薄一點 水果用好 口碑也好 郭泰成不太謙卑的說 爸爸媽媽當家時 夏天光打果汁 一天就要謙卑起跳 有好的原料才有好的產品 選水果它是專門科 精調細選 薄甜薄青 也因此自家水果行的水果 在老台南人的眼中 就是品質保證 以往過年過節 初一十五 光是賣生果就生意搶搶棍 郭泰成買水果還有一招 直接跟農民買 像是夏天讓他忙翻天的芒果 就全來自台南玉嘴山上的 無獨果園裡 你看 太漂亮 漂亮 漂亮 7月中旬正是 艾文芒果的盛產期 走進果農全宗盛的果園裡 一顆顆滿滿掛著 蜂蟲紙袋的 全是呵護了超過半年的搖籤術 不爛嗑藥的艾文芒果 健康無獨 鮮紅誘人 是超級搶手的宅蟑 天鹹的啦 生地生地 生地生地 這正常的 因為你打扮就對了 一定會帶生 這樣放得比較好 會燒醉 那果然沒有的就是兩隻 香氣十足 邊吃邊流湯汁 陳宗盛種芒果超過30年 溫暖乾燥的天時 坡地排水良好的地利 加上父親傳承經驗的人和 讓他的芒果塑大甜美 始終是市場的搶手禍 當出國泰城在果菜批發市場發現了陳宗盛自產自銷的芒果一級棒 從此變成了第一選擇 合作超過10年 可說是包養大戶 你要跟太極好 絕對人流 比較好 後面我們就要買了 而一樣是無毒栽種 草生培植的火龍果 瑰麗艷紅表裡如一 同樣是郭泰城比別人搶先一步的內定加厲 譬如說如果五十了 我親菜來賣 你像泰城在賣 想到這裡還有八十 他給予算給我 我都不用他開桌 他就自己算給我 想到這裡還有八十 一種就八百 他挺我 我挺他 鄉挺互利 果農有好收入 店家有好生意 其實是80年老水果行的傳承心法 贏因為謹守部族的經驗 30年前郭泰城接棒時 賺錢就像是果園裡輪流漲出的新台幣 依照時序 四季不間斷 現在每天營業時間沒到 店門口就已經大排長龍 但幾年前完全不是這樣的光景 那個時候我們這裡都是不買行 我們這裡人客很四重 古代人客很四重 他如果開這裡不要吃東西 我又不肚子就這樣 20年前原本店面所在的熱鬧海岸路 進行拓寬 拆錢戶郭泰城只好把店面 搬到正興街的住家樓下 非手機網路時代 失去長期經營的地點優勢 生意一落千丈 只剩下首客支撐基本盤 讓郭泰城鬱悶了好長五段時間 我阿嬤也跟我講說 叫我不要做這個 為什麼 他說這個真的太辛苦了 因為那個時間都日夜點倒 然後我是想說70年了 然後如果沒有做到他這邊 他也不知道要做到什麼時候 還太浪費了 風水輪流轉 這幾年台南的小吃熱點 轉移到國華街正興街一帶 大學土木系畢業的第四代郭俊廷 決定利用自家的水果優勢做出新的品項 搭上正興街的汹湧人潮 於是他跟著鄰居 世界意識冰淇淋大賽東亞區亞軍 台南的冰淇淋名店老闆李玉 一起去義大利學習冰淇淋的製作 回來之後提出轉型做水果冰淇淋 蘇北的想法 但及其設備就得先砸下上百萬 就先被潑了一大盆冷水 我先生我只是都會反對 還不知道做得開 做不開 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都會反對 你現在成功跟... 你再加一點 沒有 現在改變 他就加了 因為年輕的有年輕的最高 就這樣新的創意 加上好的品質 推出後 原本沒落的老水果行 搖身一變成為正新街的 新西津人氣王 生意忙到老爸郭泰成 收掉原本收入最好的芒果冰 專做水果刮刮冰 我很會很想像這個東西 只要是新東西 我都有興趣 我都會想要嘗試 我的東西被他...被我幹掉了 我也是笑一笑啊 對不對 而新東西還是要由老師傅當後盾 像是累積了30年 挑水果的功夫 就得要慢慢的交接下去 凌晨三點 當眾生成績 台南火菜批發市場 已經開始選美大會 差不多三點就夠了 我今天比較... 你怎麼走的你來 要搶搶搶搶搶 在地出產的當季水果 擺好架式一字排開 對著買家迷魂放電 而能在追尋國色天香中找到心頭好 使郭泰成能夠入粉味花蟲 而心定守準的功力所在 秋口他的皮比較粗 這種的皮比較粗 你不覺得很緊 有時候在賣衣服也不適合 重點他要重金錢 他都精最好的 對水果的東西 不管什麼水果都出來 除了訓練兒子基本功 一方面也介紹買家 郭家友兒除長城 第四代接班請多多照顧 一定要多學多看 時間上允許可以的話 我就會跟 但是爬起來是很痛苦的事嗎 我覺得對我來說還好 因為我還可以啦 林晨採買完回到店裡準備前置作業 然後做冰淇淋開店賺錢 國家父子倆每天分段睡眠6小時 努力認真 讓台南第一水果行名號再度響亮 問未來目標 郭俊庭不開分店 不求大只求好 要開發更多口味和品項 讓大家熟悉的水果 變出更多驚嘆號 希望都可以賣台灣產地的水果 然後將外國人來台灣就可以吃到 這就是台灣才有的東西 堅持本物 掌握時機 80年老店有新意 利用在地優勢 用新方法發揚台灣味 要繼續搶仙 耍褲 邁向第一個 100年 來 兩位來 兩位二三 高溫烈火逼出鰻魚油汁 醬汁滴落木炭 反覆燒烤煙燻 一層又一層的醬香 加上淡淡炭香 這一片鰻魚很有精品風 我們是邊烤會邊刷醬 那醬汁會滴到木炭裡面 然後木炭再往上燻的那個味道 會融合那個醬汁 所以它裡面會帶一點焦香味 因為我們有用紅糖下去熬煮 然後還有水果的味道 它就會附著在鰻魚上面 細皮嫩肉的白鰻魚 要曬出一身骨銅膚色 先得彈平拉筋 塗上油亮的助曬劑 急不得的爐火功夫 讓這一片片用時間淬煉的炭烤鰻魚 更值得慢慢等待 細細品味 只是這位客人卻迫不及待 大口咬下 那還架得掉嗎 你有要架嗎 我有 你有要架嗎 有 那要蒸魂就對了 鏡頭前犧牲色相 實在是因為這鰻魚飯 不只是極品還是精品 鰻魚的厚實度 就是它不會像一般外面的 普燒慢這樣子 就是它的油脂非常的飽滿 然後肉質的話 我覺得很 吃起來是很Q彈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醬汁 它的醬汁裡面就是有水果 去彈化的一個香氣 這一套繁複的做工 時間長 成本高 林小柏還跑了N趟日本 學習關東做法 在反覆推敲摸索 終於研發出僅此一家 也無分號的烤鰻魚味道 我們希望客人可以記住 我們家鰻魚的味道 因為不然你去外面 那麼多人在賣鰻魚飯 你記不住我的味道 你就不會想要再回來吃 對 所以我們的回客很多 會開始做鰻魚飯 答案很簡單 因為爸爸和小柏都愛吃 而這個簡單的初衷卻讓他大費周章 為了愛吃鰻魚飯開了一間餐廳 你想烤一個蛋糕 或你想吃一個炸雞 你都可以在家裡面用現有的器具 然後買食材回來處理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吃一個 好吃的鰻魚飯 不是用現成的普騷曼 你去想一下你要怎麼做 如果我們想要吃一個 我記憶中的那個味道 我根本在家裡面做不出來 一般人在家裡做不出來的鰻魚飯 李小柏開店來賣 把限定版的李家口味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師誠關東流派 用一烤一蒸最老派的方式來做餐飲 幫鰻魚近身沖澡 去背棋 修剪身形 細鎖的工作不能省略 都是因為要維持細嫩口感 除了腸會被刺到之外 因為其實鰻魚它很滑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小心 在修剪的時候 但還會剪到自己的手 抹鹽巴不只是去鰻魚角質 其實是要方便刮除表皮的黏液 薄薄的黏膜看似無害 但不用菜刀刮除 不用剛刷 用力刷 就會吃到土腥味 影響口感 看起來好像很輕鬆 但是其實真的很用力 而且其實刮完這麼多鰻魚 其實手都很痠 專人伺候的鰻魚SPA 服務超好 過程繁鎖 去鰻 去角質 確保每一寸肌膚都光滑平整 泡檸檬藻去腥 要讓土味鰻魚從水裡游 變成端得上餐桌的佳肴 蔥段和薑片是蒸汽房的床墊 不讓鰻魚躺進冷冰冰的不鏽鋼筒 李小柏別有用心 其實我們之前有試過金屬的蒸籠 因為你用蒸的它裡面會產生水蒸氣 它沒有辦法排除 所以它的水氣會在蒸籠裡面一直循環 那會導致你的鰻魚 又會把那些水氣再吸回去 所以它的肉質就比較容易軟爛 所以我們後來換成這種 手工竹子邊的蒸籠 因為它有天然的毛細孔 它在蒸的過程裡面排除水氣 那你的鰻魚的Q度就會剛剛好 鰻魚骨頭當作底倒入醬油和清酒 水果 蔥 加上要揮發酒氣熬出魚骨膠質的功夫 就要花上四到六個小時 鰻魚本身很重要 那如果鰻魚醬補到味的時候 其實你提不出鰻魚的那個特別的味道 日本的鰻魚醬比較偏鹹 台灣人的口味會稍微甜一點點 鹹甜之間的平衡有時候就要拿捏 用心熬煮的醬汁 抹在蒸過的鰻魚身上 燒烤時整個香氣才會沖出來 蒸熟的鰻魚有四排的魚刺 仔細探索 一一夾起來剔除 需要的是細心 耐心 還有絕佳的視力 就算是守守師傅 光是拔刺 一條鰻魚 就要花上十五分鐘 李小柏用作精品的慢工細活 來讓鰻魚口感更加細緻 這種東西其實要很在意細節的人 你才會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連一根都不能犯過 對 連鰻魚都藏在細節裡 真的 因為其實它這樣一根一根 其實很多 因為鰻魚算是很多次的魚種 其實專業的鰻魚飯老闆 竟然是業餘兼差 李小柏帶我們來到帆布包工廠 這裡才是他的另一個舞台 李小柏高中畢業就出社會 跟媽媽一起做保險業務員 很快發現自己不喜歡業務生活 反而是同事間從國外買回來的精品 引起他的注意 當時以我們那種年代 打工一個月可能才賺個幾千塊 不到一萬塊的年代 你聽到一個袋子賣兩三萬塊 你是不是就會覺得天啊 怎麼可能是這個樣子的 而且那時候一台摩托車還不到三萬塊 等那種年代 所以我就對這樣子的產品有了憧憬 李小柏心裡想著 如果自己也能夠做精品包 是不是能夠賺大錢 於是他從成衣工廠入門 瞭解工廠的生態模式 二十歲創業 自學設計和裁縫工法 甚至學到了歐洲精品的繁複工序 但是短短三五年就燒掉八百萬 剛說我在學這些工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同行都是等著看我死敗 因為台灣沒有人這麼做 那你為什麼認為你可以啊 所以我背了負債以後 在那個時候停下來 就是準備要被笑一輩子 為了不想被嘲笑 李小柏咬牙苦撐 過程很痛苦 住鐵皮屋 得憂鬱症 但是為了員工還是要撐住 常常窮到身上可能只剩下一百塊 就趁著客人要吃飯的時候去送貨 他送到那邊他是不是 台南人一定會說你要不要吃飯 我就說要 我就送貨兼吃飯 很難想像李小柏勒緊褲帶 手頭橫緊的日子 居然長達十多年才把負債還清 當然這期間爸媽也願意伸出援手 條件卻是要離開這一行 李小柏不願意放棄 終於等到了文創新起 自創品牌 客人看到小柏的帆布包 有多麼的與眾不同 甚至連德國汽車大廠的周邊精品包 都找上李小柏代工 二十年的磨鍊 儘管坎坷多喘 但磨出的精品工法和心晶無可取代 把這份精神拿來做鰻魚飯 不同的產品相同的熱忱 精品包和鰻魚飯都一樣令人驚喜 每到端午節前 訂購電話則是響得不停 台南瑜伽的粽子 越接近節日越難買到 買不到就買了 平常還要這麼久 為什麼不買什麼的 因為那時候沒辦法 不然我也很愛 還沒辦法 抱歉 從農曆三月一日 開放宅配訂單預約 端午節二十天前封關 直勝現場有多少賣多少 讓不少老台南人 專程跑道 這隱身在學校旁 不起眼的住家一樓來搶貨 至於無法清零現場的 外縣市粉絲 老闆吳朝南也只能說抱歉 不然我們就用五粒 我買十粒 二十粒 不買 不然你不買六十粒 如果買一百粒 我們買那麼多東西 對 人們在那邊買 不買就不買了 從清晨六點上工 一直到下午五點左右收工 每天生產的數量 以千顆為計算單位 但還是無法完全滿足需求 為了眾人倡浦腳鼠家家節的團員眾情義 工作台前六人十二手 上井八條 現場賣的要盡可能供應 客人預訂的也得要在端午節前宅配到家 才能將信用兩個字綁緊 35塊的兩人肉 土豆 45塊的香菇栗子 對 還有比較大量 對 我覺得是南部人 比較愛吃南部湯 南部湯比較Q 北部湯比較爽 買六四個 老闆叫我來買的 他就說這一家很好吃這樣子 八三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好幾十年 這個口味 就是不會太鹹 不會太大 老客人吃出感情的味道 是76歲無潮男的老爸爸 老媽媽 50年前為了一家生計 捨棄警察宿舍社區裡 輕鬆看顧的雜貨店 每天捲袖流汗 中年轉業的奮鬥滋味 出兵有一個白杖 他剛才有一個機械 剛才在那裡學白杖 學起來他剛才下去衝這個白杖 雜貨店剛才沒回來 我們媽媽很苦苦的耳朵 很有耐性 這也是把一家人緊緊綁繫在一起的媽媽味 每一個幫手都是自己的家人親戚 無潮男和太太原本是裝潢木工老闆 退休後捨不得七老八十的老媽媽 還是每天勤勞綁綁綁 他和太太暫時割下 想像中遊山玩水的退休生活 50歲開始幫媽媽的忙 從綁綁學起一做25年 夫妻倆演花了被託了 竟也做成了另一個媽媽的翻版 十幾個端午節 十幾個端午節 因為那時候我們住在高雄 在高雄 他在做木工 如果端午節我就回來幫忙 所以學十幾個端午節 現在像我們這輩子很少了 再老一點就他說 我要給兒子女兒子了 年輕的時候 他說這個還沒辦法做 老媽媽的重情重義 沒有特殊的大絕招 就是勤勞實在 綜葉得先煮過 去掉苦澀青葉味道 再刷洗三次 即便量再大 衛生要求也不能打折扣 用到位的細節做到到位 才能在住宅文教區專做外帶 收服挑剔的台南嘴 長達半世紀 身體比較軟 骨米比較Q 我們是用骨米 一般泡是煮的時間比較短 我們沒有泡 對這樣胃比較好 煮的時間比較短 不可以煮的東西 要準備好 蔥頭跟小蝦米 就跟炒菜要包香一樣 樓下綁縱速度飛快 樓上也忙著同步作業 支援綁縱的老部隊 豬夾心肉扎實耐煮 切得比別人大快 綁縱後下鍋滾煮 才不會縮得太小 一口咬下有滿足感 溫體肉是比較好一點 冷凍過的話 冷凍過的話那個肉會有一點 就會比較鬆 一塊肥肉一塊瘦肉就這樣 算是如果喜歡吃這種有帶白肉的肉 是覺得還不錯 吳志遠是肉粽世家第三代 本業是在農藥公司做農藥配方開發 八年前原本負責後廠工作的叔叔打算退休 樓下的爸爸媽媽姑姑嬸嬸 少了廚房主力支援 一度討論是否要跟著休息 阿嬤生前疼愛的孫子 掙扎了幾天決定回家補胃 讓樓下長輩綁縱的手能夠繼續忙碌 是捨不得說我阿嬤留下來的店 就這樣就停掉了 還要捨棄一些東西啊 你們睡到白色等就十五 看到家裡面的人都這麼辛苦 出去外面工作的時候 也會比較吃苦耐老一點 無家綜藥裡包的有實在好料 還有遺傳的孝順DNA 現在兒女都已經準備就接棒位置 一如當年吳朝南讓母親輕鬆做 問他人手背棋 為何不再鬧區開間店面或是中央廚房 比起現在的家庭手工賺得更快更多 肉粽達人的答案是 知足就可以滿足 不用賺那麼多啦 你這個沒缺錢 是錢沒缺我不是我們沒缺錢 看到母親生前做到八十五歲 直到不能做的那天為止 吳朝南要效法老媽媽 活到老做到老 樂在工作不輸年輕人 希望可以這樣 希望可以做得更久的 活動活動啦 對啦 要挖就在天堂了 我嚥不住 最後他要強調的是 如果端午節沒吃到他們家的粽子 端午節之外的三百六十四天 還是照常接單 並且貼心提醒 記得明年端午 請提早打電話 各大便 吃 worried 吃到最後 早安 把 吃進去 早安 我 吃進去 吃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